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发姐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 梅森一日游的第二个景点 西缅市修道院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 与您分享的每一期节目啦 谢谢您的支持 10月4号下午3点 我们从第一个景点 洛丽湖公园出来之后 就直接开车前往西缅市修道院 车程半小时 它位于温哥华东边 约80公里处的密神小镇 这一座修道院 可以说很多朋友们都不知道 其实它是一座神秘而又开放的 寺外桃源 它和英国伦东 呵呵有名的西缅市同名 而我们今天要去探访的 室外桃源西缅市 就是在这个小山坡上 占地约一千毛 占住了整个山头 可以说是真正的室外桃源哦 不知不觉就来到了 先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在旁边就是一个停车场 从这里走过去就是后院 这里的发草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再来看看前院 它是一个空旷的大草地 再来看看这一排建筑 就是北美最大的天主教神学院之一 白墙红瓦的修道院 施建于1939年 临近的修道院 美丽的花儿 吸引着游客们前来拍照留宴 整个教堂都奄映在发草之中 感谢观看 修道院的一旁就是飞婆婆的钟楼 每逢底拜日 钟声悠悠响起 回荡在这空旷的山坡上 钟楼的旁边就是主教堂 始建于1953年 从外表上看 没有精细复杂的浮料 更没有相近包吟的屋灵 墙面的线条简洁 白色长窗 非喝水泥 显得格外樸实无华 我们再来看看教堂的内部 一排排干净整齐的横凳子摆满了教堂的大厅 整个教堂内部的灯光 是他的子民 我们再来一个三百六十度五十角欣赏一下 整个教堂别具一格的设计 和美轮美奂的彩绘玻璃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布出教堂之后 我们研究晚宴的山坡路径 经过修道院后的龙场与墓地 再穿个小树林 大约十多分钟 走到路的尽头断崖边 去看一绝美风景 哇 四眼豁能开闹 原来这就是飞沙河点岸的美地景色 从高处浮南整条飞沙河 就如一条银飘带 躺饿在山脉间 远眺山轮起伏 静看无事阴人 河岸两旁的树木更是生机岸然 好一幅如湿如发的田园美景 使人心情格外虚畅 定能六年忘返 如此美好的地方值得您一游 在这个山坡上 零流了将近两个小时后 我们再开车去飞沙河一记公园 在几分钟车程 这里就是飞沙河一记公园 它位于飞沙河河畔 使人们休闲 散步的好处去 各位就请随着小花的镜头 来逛一圈吧 小花的镜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